一首好的诗歌 宛如一篇好的信息 能与灵魂对话 感动激励人心 齐来颂扬 芳华的口袋诗歌 今天要跟您介绍的诗歌 歌名叫做《靠近石架》 这一首著名的诗歌 是芬尼·克罗斯比他所写的 芬尼·克罗斯比一生创作 八千多首的圣诗 被人誉为是圣诗之后 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 有佛的雀句 也是出自芬尼·克罗斯比他所写的 芬尼·克罗斯比他天生是一个残疾人 他却没有因此而自怨自哀 在他一生当中 他创作了许多伟大而感人的圣诗 这一首靠近石架的圣诗 没有太多华丽的旋律 也没有太多困难的变化 可是从平淡的曲调 将十字架上的耶稣 并且他救赎的大功 借着四节的歌词 描写得淋漓尽致 对于我们每一位信徒来说 确实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追寻 更是成为我们一生的宣告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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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主使我只是家 既有苟回泉水 旧将� Library 山边流下 难你只活 Lithium 她 Pascha 三世 世子佳 世子佳 永世我的永远 直到我们之远家 任何住世余家 世子佳 我今去靠近世佳 自此爱是那我 哪里有一两尘寺 你发亮我我永远 世子佳 世子佳 让世华的荣誉 直到我们去天家 能够住世自家 今世家求生高扬 主我长思想念 使我每日走天路 世自家长一步 世自家世一家 永世万一流流 直到我们去天家 能够住世自家 世自家 永世万一流流 直到我们去天家 能够住世自家 能够住世自家 永世万一流 永世万一流 感谢观看